看看新闻网 这么长的娱乐生涯当中 唯一承认过的 一个前男友 颜承煦吗 看一下 言语的伤害 对你来讲最困 最夸张的一次 如果是外界 我倒不会那么在乎 了解了 了解 会是亲近的人 谈结2005年 那场可怕的坠马事故 身体上的伤痛 志玲姐姐并不在乎 而身边亲近之人的 言语伤害 最是伤他 志玲姐姐此话一出 立马引来纷纷猜测 这个最亲近的人莫非 就是她唯一承认过的 前任严承煦 最主要的是 志玲姐姐还曾自曝 在坠马事件之后 同严承煦分手 这两件事情 加在一块儿估计 严承煦也并非躺枪 只是事过境迁 再次提及 伤害已经简单 遗憾在座难免 你会觉得是一种遗憾吗 因为缺失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一块 会 那是值得的吗 这样的牺牲 我觉得 对 会是个遗憾 会是个缺憾